资产处置损益这个科目 核算两点 这段文字是核算两点 第一点是 划封为只有代收类别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 这个非流动资产有强调的 不是所有的非流动资产 画号里面三种资产除外 金融工具除外 长期股权投资除外 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是处置组 你仅仅是一下某一类非流动资产 比如 就像前面有一道题 长期股权投资 划封为持有代收类别了 最后终止确认处置掉 那个损益要寄到投资手里 因为你是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你是唯独只有一项金融工具 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成那道题 不是门店 仅仅是一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非流动资产 画风里持有代收类别了 后来将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处置了听清楚 只有这么一项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作为持有代收类别的 非流动资产 那么他在处置时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来处理 差额进入流程收益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转到流程收益 没错 这个口径都是一致的 还有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即使画风里持有代收类别的 最终在处置时 按照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截断它的成本 确认它的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截断成本是其他业务成本 这三类资产除外 那是哪一些 比如说像固定资产 像无形资产 它在处置时 你是属于非流动资产 持有代收非流动资产 在处置时的损益 进入 这个利得和损失 是进入资产除此损益 那是可以的 你本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在处置时 出售时 本来就是进入资产除此损益 所以所有的 这个规定啊 口径是不冲突的 但是另外一个 你注意人家后面还写了 或处置组 那就要注意了 刚才我们是就一项一项 非流动资产的分析的 假如这个持有代收 仅仅是非流动资产 是某一项 那就是对应的是谁 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个处置组 就像刚才是 教材这道立体 门店 有资产有负债 负债里面有流动资产 有非流动资产 如果是处置组所确认的处置利益或损失 那就不分了 不管是谁 都记住资产除此损益 所以我们前面这道题的 分路上 这也是资产除此损益 这也是资产除此损益 到最后 统统算资产除此损益 包括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转到流存收益 因为刚才讲过 我们在前面最前面一句话 再强调一遍 那就是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在终止确认时 尚未确认利益和损失 都是记住当期损益的 这是这个准则 要求是这样做的 所以按照这个准则的要求来做 因此要寄到 资产除此损益里面去 好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这个地方 包括其他中国社会的接触 具体准则 具体的要求 你们这一段文字 我刚才说了 这不是我写的 这是财政部的相关文件 明文规定的 有这么个要求 他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怎么想处理啊 给了这么一个规定 只要你是处置组了 那就不要分了 当然是子公司或者业务除外 那就是寄到资产组织审议里面去 好 这是一个 第二 这一段没完 还有什么呢 未化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本身就是固定资产 在建公司无形资产 这个大家理解 就正常情况下 我们直接将固定资产 没有代售的期间 今天说出售 就直接就出售了 那如果正常情况下 固定资产 再建公司无形资产处置 那当然是资产处置审议了 这个出售 是资产处置审议 没问题的 这个我们在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内也这样学习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业务 我们还没有学习到 也是记录资产处置审议 什么情况 我们后面将会学习到 有一张叫非货品资产交换 非货品资产交换呢 它的计量有两种 一个是占面价值计量 一个是公云价值计量 如果你是以公云价值计量 为基础来计量的 非货品资产交换 换出去的非货品资产 是谁呢 是固定资产 在建公司无形资产 这一些 这个比照 我们刚才所讲的 固定资产 在建公司无形资产的出售 也是记录资产处置审议 别的资产不可以的 那这么一说 我把这一页的内容 重新整理一下 其实也是告诉大家 资产处置审议 这个科目核桑内容 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我们今天这一章学习到的 只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 当然除了金融工具 长期股权都是 投资性房地产 他们的处置利率和损失 记录资产处置审议 这个科目 第二 那就是在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一章学习过的 本身就是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直接对外处置 出售 我们指的是出售 不是报废清理 那么这个记录资产 处置审议 第三 就是我们后面将要学习到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 如果企业是以公允价值 伎俩的情况下 那么固定资产再建工程 无形资产 换出去的时候 确认的损益 记录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这三个方面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一下 也是解释刚才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 是记录资产处置损益 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是有依据的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我就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会计处理 做个总结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里面讲到 什么问题啊 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也就是指令为 以光云价值企量 进行变动 进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的光云价值 后续的变动 是进入其他 综合收益 没错 不需要提前准备 除了获得的股利收入 进入投资 收益之外 其他相关的利得和损失 包括我们将在外币折算 那一章将会讲到 如果是以外币计价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汇兑损益 也是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也就是说 只要不是宣告 负卖现金鼓励 进入投资收益之外 影响损益之外 其他不影响损益 全部是进入其他 综合收益 并且后续不得 转到端期水 将来终止确实 全部转到流程收益 这是我们在金融工具 那一场学习过的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章的内容 是持有代收 它有它的要求 不能因为前面有这么个规定 然后我就必须要那样去做 还是一个具体的准则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有它具体的核算 我们不能叫条主义 不能因为前面这样规定了 然后我们永远就是这样 因为在具体的问题 要具体分析 在不同的准则里面 它有它的自己的一些特殊要求 那也就是 但是下列两类 有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交易 实项快捷处理 比较特殊 第一个就是 我们第一个是 我们还没有学习到的 我归纳在一起了 后面我们有一章叫 债务重组 如果债务人 欠了债权人 比如说两千万 然后今天呢 它以它的一项资产 什么呢 指定为以公云价值计量 进去变动 进入其他总和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去抵债 我现在没钱给 然后我把我手上持有的 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去抵债 按照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规定 如果你以这种金融资产去抵债的话 必须按照缠债金融资产 扎面价值减准 扎面价值 假定是 比如说啊 假定是一千八 一千八 那它的会计风度是什么呢 借应付账款 两千 没了 我抵债了 借应付账款 终止确认 代方呢 要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我也不分明细科目 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扎面价值多少呢 一千八 截转都是按扎面价值截转 这些截掉 然后这样一个差额的 两百万 寄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那就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 它就不是叫留存收益的 请大家注意 那说明什么呢 在债务重组准则里面 又有它的一些特色在 按照它的要求来做 你不能死办教条 有的同学是死办教条 一定要说 说前面说了 然后后面就怎么样了 那是金融工具里面原则的要求 然后在债务重促里面 是这样的规定 但是 之前进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的变道 这个是 按照债务重促准则的规定 是可以找到留存收益的 只是这个差额部分 不能叫留存收益 不能把它寄到 银云工具 为分配利润里面去 因为这是债务重组的损益 要确认它的损益的 可能在贷房 可能在借房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里也写了一下理由 债务人 在进行债务重组时 按照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缠债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它不是光源价值 那计算债务重组的损益 不是按照供应价值来算 正是因为不是按照供应价值来算 所以你这个 其实不存在 金融资产本身的供应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来查 所以就不存在这个 流存收益的问题 要注意一下 不能把这 等我们学习债务重组的时候 还会强调这一点 我们今天因为是归纳 所以把这个问题先说一下 大家也能听得懂 就是提醒大家这一块 不是流存收益 而是投资收益 虽然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第二个就是今天这一章学习的 根据持有代数准则的规定 持有代数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在重置确认时 要将尚未确认的利得或损失 必须是进入单击损益 那么处置组当中 注意处置组当中 如果包含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处置组在重置确认时 大家都一致 个体必须要服从全体的 你整个是个处置组 只要是处置组 不管你里面哪些资产 有什么要求 都是进入资产处置损益 而非是流存收益 要注意一下 同样同时还有一个点 哪怕你之前的这个其他组合收益 也是要转到 资产处置组审议里面去 这是把一些特殊的情况归纳在一起 我们就清楚了 清楚了在哪一个问题上 怎么说 在哪一个问题上 哪个准子的要求 怎么讲 我们按照怎么要求来做 不是千篇一律的 要注意一下 因为也有特殊情况 我们刚才说了一样 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 给大家归纳一下 好了 只是就这个问题呢 给大家这样延伸一下 那接下来呢 做个比较 归纳一下 就是把分路写一写 三种情况吧 第一种情况是正常的 金融工具呢 也这样的 处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差额基础 留存收益 这没问题 同时 其他生活收益 转到留存收益 这都是金融工具 来讲学习过的 正常情况 特殊情况是什么呢 那如果债务人 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抵债 假如当时欠银行的款项 那今天抵债时 借长期借款 按账面价值 比如刚才举的例子 两千 然后代方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肯定也是按照 账面价值 借转了 常债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个差额是基础投资收益 不是这个留存收益 但是要注意 其他综合收益 协转的时候 还是转到留存收益里面去 接着再看一下 今天这一章 涉及到处置组的问题 那就干脆全部是什么了 全部是资产处置生意 注意一下 那如果 如果考到这个支持点 我们按照今天 归纳的要求来做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分析到这 接下来 我们本节的最后一个问题 持有代售 类别的列报 就是报表上的劣势 第一个是资产负债表上劣势 持有代售资产和负债 不应当相互抵消 我们前面讲过 有持有代售资产 有持有代售负债 比如在处置组里面 那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上 持有代售资产是多少 持有代售负债是多少 分开劣势的 我们前面有一道题 不是都有吗 我们没有把它抵消掉 是不是 持有代售资产和持有代售负债 分别作为什么 我前面也说过 分别都是流动资产 或者是流动负债 也就是说持有代售资产 本质上已经是流动资产了 即将对外出售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 划分于持有代售内别的非流动资产 不提折求 不谈销 就这个道理 已经是流动资产 接下来一个提示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处日之间 满足持有代售内别划分条件 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满足条件 那么应当作为 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非调整事项 这是我们后面有一章 叫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有两类 一类叫调整事项 一类叫非调整事项 如果是调整事项 我们要调整到报告年度报表里面去 反之如果是非调整事项 那就不要调到报表里面 只是做个披露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画个图表来解释一下 12月31号 比如这是2022年12月31号 称之为叫资产负债表日 这个问题涉及到上市公司 对外公布报表的问题了 我们前面解释过 解释过几次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问题 今天在这就不再多说了 假如这家上市公司在2023年 4月20号 董事会批准对外公布 上一年度的财务报告 我们前面说过 上市公司的报表没那么容易的 12月31号是资产负债表日 然后元旦一过 报表就公布了 没那么简单 你们单位都没那么简单 不要说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要怎么样 要审计啊 而涉及到并表啊 那么多众多的子公司啊 一个时间的过程 等到4月20号这一天 董事会批准对外公布 称之为叫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日 就在中间这一段时间 比如3月10号这一天 这家公司有一项持有代售的 非流动资产货处置组 满足划分条件了 在这个点上 划分于持有代售的一别了 那么一个问题 我们在4月20号 对外公布的报表上 要不要把12月31号 这个点上 那个固定资产呢 无形资产呢 要划分于持有代售 不需要 因为你是在12月31号以后 满足条件的 所以呢 不能作为调整之项 调报表 报告年度报表不要调 报告年度的报表 也就是说 2023年4月20号 对外公布的报表上 那个固定资产 还是固定资产 那个无形资产 还是无形资产 等到2023年的 报表对外公布时 诶 已经 那就不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叫持有代售资产了 是这么个意思 意思也就是说 不能作为调整事项 而应当作为非调整事项 这个支持点呢 要结合我们后面 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的处题 客观题 作为选择题的选项 下列哪些属于非调整事项 或者说 下列哪些属于调整事项 给大家这样解释一下 等我们学习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时 就这个支持点 我会再来一章 再汇总一下 因为还有其他的章节呢 也涉及到这些问题 类似的是作为调整事项 还是非调整事项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那一章 汇总一下再说 好 今天先在这儿 解释一下 接下来利润表 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 分别列势 持续经营损益 和终止经营损益 我们现在利润表 没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经利润多少就多少 他要求你披露什么呢 持续经营的损益是多少 终止经营的损益是多少 什么叫终止经营 这是我们下一节课 也就是本章的第二节 我们所讲的内容 暂时不展开 怎么个分别披露呢 那就是在利润表 净利润下面 增设两个项目 一个叫持续经营净利润 一个叫终止经营净利润 分别反映 以税后的金额分别反映 持续经营的相关省益是多少 终止经营的相关省益是多少 我画一个资产 画一个利润表 给大家看一下 比较直观一点 利润表前面我们就不说了 到了净利润这一块 利润表不是到经营利润就结束了 这一块分两部分 集中括号一 持续经营经营是多少 括号二 终止经营经营经利润是多少 利润表是要求这样的披露的 好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一个问题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这个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处置组呢 有可能是符合中止经营定义 有可能是不符合中止经营定义 如果符合中止经营定义 那是我们第二节里面的内容 属于中止经营的散意 我们今天讲的是 不符合中止经营定义的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那么它的损益当然就称之为叫什么 你不符合中止经营定义了 那当然对应的就叫持续经营损益 那这个持续经营损益有哪一些呢 下面一二三 选择题的选项 第一个是企业在初始计量 或者在资产负债表 重新计量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因扎免价值高于进额 而确认的资产金的损失 这个问题呢 你可以结合前面教材那个12题啊 在初始计量6月15号的时候 当时有减值 然后资产负债表日 6月30号重新计量 也有确认的资产减损损失 或者是转回 那这个什么叫初始计量 什么叫 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 应该能够理解 初始计量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划分为持有代售利别10 当时如果这个处置组有减值 要提减值 前面说过 市场负债表日后 市场负债表日重新计量 那指的是 划分为持有代售利别后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在划分为持有代售利别后 非流动资产有可能发生减值 或者说处置组有可能发生减值 这个确认的减值损失 如果这个持有代售利别 不符合重置经营定义 那就是持续经营的损益 第二 第二就很好理解了 在后续资产负债表日期间 价值回升可以往回转的 比如我们前面12题 在6月30号 不是有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转回来的金额吗 那这个也是属于损益的一部分 要列爆的 选择题注意一下 有谁是谁 还有第三 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 处置的损益 我们前面有一道题 最后不是处置了吗 好像是什么时间 9月19号什么时候 处置了 那处置损益 大家还记得前面那道题 门店15道题 最后记到什么地方了 资产处置省益 那不也属于省益吗 那都属于持续经营省益的 而且我们那道题还假定 假定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那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那就是持续经营省 好了 注意这一块 这一块也就是一个选择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题 那这道题 其实还是和前面的支持点有关系 这是2021年的一个单选 2020年9月10号 假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处一 理出售其子公司 乙公司60%的股权 剩余20%股权 仍然对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说明什么 说明原先是80% 出售60% 还剩下20% 这个意思 处二 因假公司经营战略发生变化 假公司理出售其 原作为主要经营业务的资产组 这个资产组 属于处置组了 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2020年10月10号 假公司与 丙公司和丁公司 分别签订 转让资产协议 约定 假公司应当在2021年 明年5月1号 办理60%的股权转让手续 以及出售 主要经营业务的资产组 所涉及资产的 所有权的转让手续 两个问题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 关于上述交易或是想 在假公司 2020年度 财务列爆的表述站中 正确是 这个单选 A 在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应将理出售 比公司60%股权 在只有代售项目 劣势 剩余820%股权 在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劣势 肯定是错的 80%的股权 全部在持有代售资产项目 劣势 B 你转让业务所设计的 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高于其账命价值 差额在合并利润表 公允价值 辩论收益项目劣势 瞎扯 这个资产组 又不是按照 公允价值计量了 是不是 B的说法错误的 C 你转让业务所设计的 所有资产 在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因按照资产限制 在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项目 分别劣势 没错 错的 既然是持有代售 类别的话 那么应该是 做为什么呢 作为持有代售资产 合在一起劣势了 也是错的 D 你公司的资产总额 和负债总额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分别在持有代售资产 和持有代售负债项目 劣势 这个是对的 你公司是个子公司 所以呢 它的资产负债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我们前面说过 子公司的所有资产 对应的是持有代售资产项目 资产项目 子公司所有的负债 合在一起 对应的是持有代售负债项目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选项 好 那么这道题 我们就分析到这 那到这为止呢 我们本章的第一节内容 我们也花了不少时间 都讲完了 好 那么下一节我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面说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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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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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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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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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